台市長也有責務的活動 請大家上一下本專給我按理讚 然後注意一下相關的一些訊息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Lower Cycle 來幫我們組獎 他同時是那本書《打破神話》的作者 台人是我們的張國成 國成老師一家朋友都認識他 我們也非常好 今天這個主題非常重要 很高興看到這麼多人 非常非常關心重要這個主題 那麼從一個最簡單的一個層次開始 台所謂的殖民體系統 我們從歷史上跟班導說 他可能跟韓海的關係有關 跟軍事武力取得統治權 那他可能是透過戰爭 各地培館 然後取得土地統治權 那就法理上來講的話 我們會說 如果有一個政權 他是沒有經過被統治者的認可 從外地辦了一個整個 這個憲法或者是統治者體制 到另外一個地方 這個也聽到符合 知名體制的這樣一個基本的定義 除此之外 殖民主義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經濟剝削的一個目的 當然也有一些更細膩的一些 可能跟思想操控洗腦 有關的一些行為 包括說像 包括教育 包括一些文化的政策 來施行所謂的殖民主義 那我們現在這個主題 其實還有另外很重要的 應該是可能是大家更關心的是說 去殖民或者解殖民的這個問題 那當然解殖民去殖民化 可以透過很多不同的這種方式 可以透過武力的抗爭 革命之類的 然後也可以經過比較漫長的一段 文化啟蒙或者是 民主國家意識的這種覺醒 這個累積的過程 感覺上是比較漫長一點的 大家看一看這過去的 這 一兩個世紀一面 實際上這個世界上已經有好幾波的 這種 揮翻殖民體制 建立一個新的民主國家的幾波的這個 運動 可能最早一點大家會聯想到 就是美國 那除此之外還有 中南美中 在到20世紀之後 有說 亞洲的國家跟非洲的一些國家 都經歷過 在這幾波的這個殖民 成立新的民主國家裡面就是 以及世界這種注意 這一系列名單裡面好像少了一個國家 那這個國家 可能就是我們今天 特別關心的 台灣的 這個解殖民的這個問題 那這個歷史的部分我就 不多說了 那 簡單的來講 也許會有一些朋友 不太贊成說 台灣怎麼會有殖民體制的這種問題呢 他不是已經經過 民選的總統 已經經過民主化了 但是 事情應該不會有這麼簡單 我想 等一下 在今天的這個演講當中 郭忠祐老師 要愛助先生 兩個人之間 會就這些問題 會有一些 非常精彩的一些對話 這個都值得我們 去期待 那 那 折舞的又有兩個傳統 就是我們要請 來參加的這個朋友們 做簡單的自我介紹 那因為 必須要請大家體驗一下 因為今天的這個場景 真的非常非常的熱絡 所以 我以往都是給大家十秒鐘的時間 今天可能要再稍微再 摳個一兩個 兩三秒到五秒鐘的時間 就大家盡量的間斷 然後告訴你們誰 等等的 一些簡單的一些訊息 提供給我們 彼此互相認識一下 那我們就從 最 這邊 最後面的 朋友開始 那就麻煩 這個 麥克風傳到 最後面的 朋友 從那裡開始 那就盡量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樂界老師 謝謝 大家好 我叫阿翔阿 我三十歲 今天我是一個熱愛中國的中國人 三十歲到現在開始 我 全世界最痛分的就是中國 然後以身為中國人為此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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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樂界老師 歡迎 大家好 我對姊子有心 直接聽了姊子 歡迎 歡迎 然後我放在那邊 那邊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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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哲學系的學生 大家好 我是上班族 大家好 我是上班族 我是上班族 來致上寫 哈囉 我是 大家好 我是台獨的初學生 謝謝 今天都沒有名字 大家好 我是學生 大家好 我是柳瑞州 歡迎 大家好 我是黃慶馨 我是柳瑞州 的初學生 我是柳瑞州 我是祖父聯盟的社員 柳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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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大家好 我大概都能喝喝啤酒的 馬先生我自己 住現在這裡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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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柳瑞州 是柳瑞州 歡迎 大家好 我剛想要來一下嗎 大家好 我叫陳俞仁 大家好 我叫陳俞仁 大家好 我是吉報路程師 歡迎 大家好 我叫陳俞仁 大家好 我叫陳俞仁 歡迎 大家好 我叫陳俞仁 歡迎 大家好 我叫陳俞仁 大家好 我是柳瑞州 大家好 我是柳瑞州 大家好 我是柳瑞州 男君 大家好 我是柳瑞州 大家好 我是柳瑞州 大家好 跟我覺得 пож柳瑞州 有興趣 整支徒水 我是柳瑞州 師 大家好 大家好,第三次,我來說 大家好,我小小去陪我看,我是去軟車的電池 大家好,我是剛放學家被抓來正能的小小老師 大家好,我是阿偉,我支持武裝革命,結束中華民國歌之名品質 謝謝 哇,一開始 大家好,我是阿偉 大家好,我是阿偉,是很喜歡寫台詞文章的阿偉 歡迎 大家好,我是楊烏玲,我是阿偉 大家好,我是楊烏玲,我是阿偉 大家好,我是楊烏玲,歡迎 大家好,我是楊烏玲,歡迎 大家好,我是楊烏玲,我來自台中英雄高二的學生 你知道現在跟那麼多朋友一起來關係,台灣不會來已經關係,所以一群,謝謝 哦,討厭一下,歡迎,歡迎 大家好,我是輸入,我主要看我自己的 大家好,我是楊烏玲,我是樊烏玲 大家好,我是冊烏玲,我是 spilled 大家好,我是佼佑,我是船師練習 歡迎 大家好,我是佼佑,可不可以...這個...他今天生日還要叫法兵 我陷害旁邊的人 大家好,我是姊姊,謝謝 歡迎 大家好,我是姊姊,謝謝 大家好,我是魁窩,我是委書 plumbing,謝謝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姊姊我 請親口 Estoy amupación Estás 好,大家好,我是民族 大家好,我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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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休平,我現在在聯合西班旺 經營一個都市議題的專欄 需要把台帶的思想 能不能說到這個裡面 大家好,我是蔡平,我今天大事 我想跟更多者主義的一些 然後新收更多ND 你發言告訴更多人 我要告訴大家這不是國家 這是殖民地 好 謝謝你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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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叫奧洋政杰 大家好 謝謝 歡迎 大家好 我是 蔡英台 大家好 我叫中語辰 是愛里納電團隊的工作 那我希望我今天能夠掀起武裝革命 把中華民國殖民政權給打掛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蔡英台 我是主張台灣努力 歡迎 歡迎 大家好 我是蔡英台 我是主張台灣努力 大家好 我是蔡英台 我是主張台灣努力 我是主張台灣努力 大家好 我是主張台灣努力 大家好 我是主張台灣努力 大家好 我是教理為姓 然後我現在就在東山集團 曾百貨三七萬物 負責性分析或者算益 謝謝 歡迎 歡迎 大家好 我是蔡英台 歡迎 我是蔡英台 我是看了國晨熊 國晨老師的介紹 然後來跟大家進行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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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蔡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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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蔡英台 今天要趕快把他的影片放上網 謝謝 大家好 我是蔡英台 請 我是蔡英台 我是蔡英才 我是蔡英台 我是蔡英才 龜天 我是 boug子 我是游泳 удоб 我是蔡英 치 是ق 我想他們曾經過過演奏比賽的地獄 可是我們再說得再好 我們都跟他們不同的結果 我們就問這個為什麼 只是那一個人要說得很小的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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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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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禮拜六跟我們聽完國三好世界對於團團團團團的影響 那今天就是一定要再來接著聽 各位先生的影響 我是大兵 我是大兵 我是主任 我是主任 大家好 我是Vinny的布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Vinny的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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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茶 麻煩請一下 這不是人民 好 那我現在我要一個公務員 我的臉書名是盧堅 我是艾莎尼亞國民 臺灣女士 我能讓臺灣 獨立 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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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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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Vinny 我們第一次來參見 謝謝 歡迎 謝謝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來自永和 但我不永和 我統統 但我不統統 我目前就無私大公所 我的外號叫做老母 那我認為這個政府已經撤頭 撤頭撤尾的風了 這個政府的名字叫做中華民國流氓政府 那我叫做吳哲偉 我相信臺灣鼓立 我叫做吳哲偉 My name is 吳哲偉 I stand for Taiwan Independence 國民動謀動 台灣美好 謝謝 謝謝 大家好我是郭晨老師的學生 名字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像是台灣的資金 歡迎 大家好我是熱愛台灣的王政 大家好我是大陸 大家好我是大陸 中山大學的社會系 但是我很討厭我們學校 用一個獨菜這張名字 當自己的校母 大家好我是鄭宇 主要是研究總統五花 今年在埃及做了一個 介紹台灣的熱鬧 郭董 大家好我是台瑞銘 老科 大家好我是 我們是高雄高音的 大家好我是 就是劉伯勳是一個很忠實的長期聲音廣播的品種 然後也是那個shatering the reader 所以說我是一個出生在深藍家庭的鐵桿排骨 所以我今天正是在這邊出會的 大家好 我是教導師在那裡表現 對大陸的廣告 你要問一下 閉嘴 大家好 些人 有機會 大家好 您好 請 一個宇東的矢 您是第一次來 請多指教 謝謝 有場來歡迎 大家好我是Viuia Miao mentor 三十多學生 大家好我是Viuia Miao 大家好我是Viuia Miao 大家好我是Viuia Miao 我在Viuia Miao 第一次來的之前 我是Viuia Miao 大家好我是Viuia Miao 我是Viuia Miao 在艾恩先生開啟演講前,郭森老師這邊要先幫大家解釋一下今天的活動的目的 郭森老師先交給郭森老師 好,今天很開心可以接到艾恩先生這邊的演講 從實在的今年以前,我不敢想說可以有這個機會有到你 這個我心目的一種感覺真的是台灣最重要的 我10年以前靠到你的車,靠到你的門車 那時候台灣還有一支部署叫台灣日報 這個Mr.Illand的門車,都在那裡有 我覺得這真的是台灣人要投的問題 由於他的門車裡面,我投給誰?我投給民亂 我投給官房,我投給理人,我投給監獄 所以說呢,他差不多了解一個真正最重要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什麼呢?就是說,真正要改觀台灣的問題 不是靠一兩次五年、十年的社會運動 甚至不是靠一、兩次的選舉 甚至靠近東的育體 靠的是什麼?靠的是要改除台灣的定民主義 改除台灣的選民狀態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問題 台灣一定要來改觀人民主義 帶來的問題 他們要來人民主義 家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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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鄉 好,我非常感 доступ 台湾的代表 在台湾 在台湾 有成功的 文化和文化 文化 中文化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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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excellent speech can encourage Taiwanese to reflect the future of Taiwan as a coaster-colonial society. the colonialism is a question that we must not and cannot evade and disav induction stage of Taiwan's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I wish we can create a new national myth. Taiwan needs a national means of its own instead of those imposed upon by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s my dream I hope everyone has this dream In fact, we should work hard to make our dream come true Otherwise, it will become a daydream At the same time, I hope everyone has this goal in mind And because the goal is the first step to success Therefore,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Thank you Now, do please welcome our speaker tonight, Mr. Norris Forgive me while I try and make the various bits of technology work Now, let's see, how does this work? Does that work? Oh, it works There you go Right, as I say, so basically I've got a microphone in this hand And an iPad in this hand And I need a third hand to actually move my speech Anyway,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Now, first I'd just like to say how flattered I am That you should come here today to hear my probably rather superficial thoughts On some journalistic work which is now 12 or 13 years old I think the original articles were done in 2002, 2003 Anyway, I was forced to reread these myself after all these years And I was actually surprised Surprised by just how much I used to know about Taiwan And I'd probably have to apologize right now If, after living away from Taiwan for seven and a half years I don't seem to know as much about current events here as all of you obviously will I'm also surprised to find that these essays still have some relevancy I assume they do since otherwise you wouldn't be here The issues that they talk about sometimes seem rather distant from Taiwan Such as I have seen it on my recent visits But I guess you're better judges of that In the foreword of the book I explain something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my thinking Now, when I arrived in Taiwan, which was in July 1986 I was not a Chinese scholar I wasn't a Chinese...I actually wasn't a scholar at all I was an itinerant twenty-something Trying to get as far away as possible From a disastrous love affair in London I know it sounds like a movie It isn't that good Looking for a place to stay 看到各位前來 聆聽我十二三年前新聞功夫的一些潛見 我真的感到授手過精 不年後的今天 我背貨要回頭看我當年前的文章 那看了之後我蠻驚訝的發現 其實當年我對台灣真的瞭解的蠻深刻的 而且 我想跟大家說個抱歉 因為我距離上次在台灣 已經是在七年半之前了 我出台灣已經這麼久了 所以對於時事 我想各位應該投入更多解 此外 因為我驚訝的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當年寫的文章 現在還算適用 當然就是因為適用大家才會來聽我講 那 其實近年來 我有造訪幾次台灣 但是我發現 在這邊發生的一些事情 跟我當年寫的東西 還是有一點點距離 可是大家的評判是比較準的 這方面是比較準的 在書中的前言當中 我大概解釋了一下 我思想的發展歷程 我第一次來台灣是1980年7月 當時我根本不算是個學者 只是一個中國列國的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只是想要盡可能離開倫敦 來甜甜情感傷口而已 所以 當我來到台灣 是1986的地方 我發現 是完全不一樣 的地方我曾經想到 現在台灣 在西方的地方 是一個 傳統的文章 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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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 這是十分之內 會ises 那還全系 BLP placard文章文章紙 歡迎 rapper 林章文章 不好意思 在聽說 南 learned 又不认识什么我能够找到的,我认为这件事需要讲得出《谭家》。 呃,蜜茶环。 呃, 中国在,中国,年代,日本日本来的很多东西就没有那么多, 然后我不在很失败。 我记得一个朋友们说,我会永远感到毫不愤态这些中国的台湾。 Your Chinese didn't seem Chinese Inham. Somehow, I developed a taste for May 4th movement literature And of course I didn't expect to find much in translation in Taiwan And I satisfied my interest by buying mainland or Hong Kong translations On visits to Hong Kong Then, having read and enjoyed the writings of these writers like Lao Shui, Shintongwen, Mao Dun and others. I wanted to talk about them with my Taiwanese friends. And then I found out that nobody in Taiwan had read them. How could this be? I wondered. Here's the output of the most importan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Here am I in a state that claims to treasure the Chinese heritage. Here are well-educated people who claim to honor that heritage. And here's the yawning gap of knowledge. I actually felt like a missionary for May the 4th literature. Anyway, this awoke me to the idea tha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oasted about by the KMT regime at that time. Really, it was a kind of construct by the KMT and a very limited one. In fact, it might even have been a fantasy. Now, at that time I probably knew almost nothing about Taiwanese history. And it probably never occurred to me that, well, Taiwanese were being molded into loyal Japanese subjects in the 1920s. There was little interest in mainland Chinese literary movements. But this did awaken me to a gulf, a big gap between what the KMT claimed about the culture here and the reality. . I was just wondering if I came to Taiwan when I came to Taiwan. I was not sure I expected to see what happened. At the same time, everyone thought in the East, Taiwan is a Chinese-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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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Chinese-style Chinese-style. It is a Chinese-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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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style, But I wouldn't have to be sure I would have seen what happened. So I thought I could see how I could see a lot of the movie. 去茶館當中的場景吧 但我來之後發現 根本不是這麼回事 也失望了好一陣子 我的臺灣朋友還調坦說 可能臺灣的中華文化不夠中華吧 總之我逐漸喜歡上了五次文學 那 我也不預期在臺灣能夠找到英語本 反正我在中國在香港出篩的時候 都已經買到英語本 然後也夠滿足我的 在完會導舍 武訓 沈松文 跟矛盾等人的文字之餘 其實我也蠻想分享這些文學作品給臺灣朋友的 但我發現臺灣朋友沒有一個讀過 什麼都不知道 我就問自己怎麼會這樣呢 五四文學是中國20世紀的很重大的文學運動 臺灣都自稱中華文化的政府繼承者 臺灣的知識分子也以中華文化為榮嗎 怎麼卻都不知道五四文學呢 說得好像我在替五四文學纏繳一樣好翻 那我後來又意識到說 其實國民黨政權當時所宣稱花耀的中華文化 就算不算是幻想好了 也頂多算是個有限度的架構而已 當時我對臺灣的歷史其實也不太了解 我也沒有想到其實在1920年代 五四文學運動如否如否展開的時候 其實臺灣人正在被華民化 所以我就發現了 其實國民黨宣稱的文化價值 與臺灣當時的文化新華更多的協助 但我的問題不只是臺灣 不只是臺灣 我應該說 我應該說 特色的主委員工會很常吃 鯉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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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央在大廉尖尾 尼尾跟大廉尾尾尾比 what to do if during the fireworks display we were attacked by the mainland and how most of the people in the young crowd laughed at this derisively and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it became very clear to me that we had a country with a political regime that was deeply at odds with the aspirations of most of its people of course everybody wants prosperity and everybody wants security there's no conflict there how many people in Taiwan thought that the main aim of Taiwan society was to launch a base for retaking China somewhere along the line I encountered the story of Retrocession and 228 and this is a time when if I asked my Taiwanese friends they could tell me almost nothing about 228 by the way the alienness of the regime and its lack of some kind of emotional linkage with the people it governed began to be very obvious now you could attribute this to the results of dictatorship I mean by this I mean that dictatorships often have aim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ir subjects but actually one of the strange things that we do know about dictatorships they often carry significant popular support just because people didn't vote for a government or more likely didn't have a real choice in who they might vote for doesn't mean they don't support its aims what was striking about Taiwan in the later 1980s was the huge gullet big gullet big ga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position on almost everything and that of the people it governed now I thought about this and I mulled over the huge gaps between the thinking of the Taiwanese and the ethnic mainlanders I knew and I was looking for some kind of tool that could explain what was going on here there were two communities with almost entirely different values there was the governing regime that in no way seemed to address popular aspirations but instead promoting something so arcane and unbelievable at the time retaking the mainline as a slogan how could this be 但是台灣所面臨的問題不只是文學而已 基本上國家機器 還有獨裁的影子隨處可見 我還記得當年我第一次在台灣過雙世紀 也就是1980的十月 那個時候有人在淡水 然後政府在國青年火 施放到一半的時候說 如果我共軍打來的話要怎麼辦怎麼辦 在宣布的時候 在場的年輕人幾乎都是不屑的笑聲 然後這個時候我就發現 而且此後的兩年我也開始發現 其實這個政府跟民意是脫節的 當然人民最想到的是繁榮跟安全穩定 這點沒有問題 但是人民都怎麼樣相信 整個台灣社會的主要的目的 確實要反攻大陸呢 後來我再回頭檢視228事件還有光復 然後發現台灣人對228事件的石墨 一無所知 我就清楚地意識到 其實這個政權是個外來政權 跟所治理的人民 其實沒有什麼心理上的連結 那麼你可以把這一切歸咎到獨裁政治身上 我的意思是說獨裁政府的一直 文化跟民意是相左的沒錯 但沒有的是獨裁政府文化又贏得大眾的支持 縱使人民沒有投票權 或者投票也不會有實質的意義 但不代表人民不會支持獨裁政府 所以在80年代末的時候 最聽我驚訝的一件事情就是 在台灣啊 政府各方面的立場跟民意 完全是脫節的有很廣大的先行 廣的利益盡量 後來我仔細去思考去玩味 我認識的台灣朋友外省朋友 他們思維上有什麼差別 然後想辦法用一套工具 來去解決這個民意團 我發現台灣存在兩個價值巧克力的作詢 台灣存在一個跟民意脫節的政府 可是這個政府卻又推崇 像反光大陸一樣 這麼不可思一個難以執行的口號 到底會成為如此嗎 在某些公司上來自大陸的地方 在某些公司上去無法通關於 在某些公司上的地方 其實在某些公司上去處理 那當然,如果你是有英國 你根本不可避免 你根本不可避免 你會避免 在某些公司上來看 是個和民意的相當中 是一個普通的公司上來看 是一個普通的公司上來看 really, a situation where a people, or peoples, are governed by a non-native regime especially emphasis on that non-native there by the way for the purposes of furthering the aims of a metropolitan centre from which that regime comes. now it's probably important here just for me to point out that a non-native regime doesn't mean a regime composed entirely of non-natives what it means is a regime imposed from outside not something that has grown out of the polity out of the people that are governed for example there were huge numbers of indians involved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british india upuntil nineteen forty eight no sorry forty seven but this did not make india any less of a colonial possession since the function of its administration was to follow goals set in london similarly it's worth pointing out that the nativisation of the kmt's personnel starting in the 1960s the inclusion of taiwanese technocrats like lee jangui for example did not and does not make the kmt regime any the less alien check out the 我很难不意识到眼前 台湾的这一切就是不折不扣的殖民主义 殖民主义还需要再定义吗 或许政治学家对死为争论不休 通通不绝吧 但我想大家都同意一件事情 所谓的殖民就是统治者是外来政权 统治的目标跟殖民者的勿活 脱离不了关系 重点是外来政权不代表统治阶级 完全是外来者属成的 基本上统治是外来者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政权本身的支持力量来自外部 而不是从本土滋养的 举例来说像英属印度好了 在1947年印度独立之前 英属印度政府当中 其实也往复了不少印度人来统治印度 但是这不代表英属印度就不是外来政权 因为整个英属印度政府 对英国人对中央是唯一是从的 同样的国民党在1960年代 也吸收了很多本土党 其中不法李登辉等人 但国民党本身外来政权本质依然存在 现在有些人会认为 这些人会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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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由于与民党的目标 现在,在这些情况下 我实际上不看不清楚 与党的党会认为 KMT的党会认为 所以 so what were arguably still are the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kmt colonialism in taiwan well obviously it's china-centric political aims but beyond those lay a nurtured identification with china actually the kmt paid a lot of attention to the wider culture of the society outside of politics and i'm tempted to say that it was probably the party's own background in leninist communism something the kmt doesn't really like to tell you about of course uh that probably led it to pay such attention rightist dictatorships are seldom so attentive to uh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but the kmt spent a huge amount of effort in enforcing a china-centric culture at the expense of any native variety now this involved the importation and promotion of various aspects of mandarin chinese culture at the expense of local models and this can range from for example the promotion of beijing opera and the relative suppression of taiwanese counterparts to the long near exclusivity of mandarin ballots on broadcast radio limitations on non-mandarin content on tv and of course it also involved an education system which notoriously stressed all things chinese uh stressed in fact the idea of china as one's native land with next to nothing being taught about taiwan 有些反对殖民这种说法的人会说殖民主义就是一个国家治愈另外一个国家 那台湾被哪一个国家统治啊 为什么国人代表说他对现况根本缺乏深刻的见解太肤浅了 我想各位应该也都同意这种说法 殖民的状态的存在来自殖民政府的外来本质 政府的根源并非本土的政治也不是从本土发展的 而政府的各项政策作为的目的也不是在本土都是在达到外来的目标 就这点来说我想还有什么定义能够让国民党符合的 那么国民党现在跟过去的殖民的特色到底有哪些呢 我想大概有两大特色吧 其中一个是该党以中国为核心的立场 还有对中国的认同 其实国民党还蛮关注社会文化的 不过这可能是因为国民党是有列宁式的背景 那国民党当然不会告诉你说他曾经是一个列宁的政党 或者是曾经也倾向过共产的阵营等等 但是一般来讲右翼的独裁政权比较少会关心文化这种议题 但国民党却非常的用心在台湾强加中国的文化来打压本土文化 那强加的方式不外乎就是推动国语教育 或者是引入外省文化来打压本土的文化 像是推广京剧来打压歌唱戏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广国节目上面几乎清零一色都是国语的民谣 那非国语的节目如果要搬上台面 搬上电视机的话牵制有很多的 再者教育制度以全面的中国化 让学童相信中国是唯一的祖国 对台湾的种种几乎吃四味道 现在这种系统的系统是在法律中的系统 是一种系统的系统的系统 它教育的统的系统 是重要的系统 which helps subjects understand, function within and identify with the metropolitan culture I mean the culture of the so-called mother country one only has to think about Singaporean or South African or Australian schoolchildren learning the names of the kings and queens of England the importance of Magna Carta the rights and wrongs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 the delicacy of English lyric poetry to see an analogy with Taiwan now there was also of course a veil drawn over the circumstances of China's takeover of Taiwan in 1945 the illegitimacy of the R06 claim to Taiwan and the events of 1947 there was also the deliberate confusion of Taiwanese demands for civil rights with the mainland communist threat this kind of confusion is also a familiar colonial strategy very similar to that used by the British in Malaya in the 1950s where aspirations for independence were deliberately confused with the threat from a small communist insurgency a very similar thing happened in British-controlled Cyprus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somebody is going to say it wasn't all this long ago in 1990 the wild lily movement forced reform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and the legislature Taiwan has had five free and fair so-called presidential elections since then and I think seven legislative elections Main Zhou is president not because of the force of white terror but basically because more people voted for him than for Tsai Ing-wen so what relevance does the colonial class still have to modern Taiwan? I have a lot of representation I have a lot of representation because the state of держ contexto I was watching the royal and China I mean, the yells at the Russian of the U.S. of the Song of the tilt I have no voice that could understand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o the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to the Chinese culture to go out I think it's the important thing that it is it's the best that we are really providing to the Chinese countries to the Chinese culture 大宣章 還有印度的內戰 還有印度的失分 再反過來看看台灣的教育 是不是就很清楚了嗎 此外 在教育方面 中華人會接受台灣的合法性 還有二二八事件的內容 其實都被韓國帶過 而且 曾經台灣當局也故意以中共武力威脅為理由 拒絕賦予台灣公民的權利 這種錯亂也是殖民的一種經典 舉例來說 像1950年代的英屬馬來亞 當時有人聯黨的威脅 這個共產陣營 那這個時候 英國當局就拒絕讓馬來亞獨立 就因為有人聯黨 同時 英屬賽博勒斯也有類似的情形 可是有些人會反駁說 英屬馬來亞跟賽博勒斯都是成為往事的 可是大家再看看1990年的民進黨的運動好了 確實也促使了國民大會恩底法院的改革 此後台灣有五次看似自由公民的中台大選 哪還有七次的地方越大選 馬英九當政不是因為白色恐怖 是因為他得了票比猜難 那麼殖民的過去 現在台灣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所以我認為最重要的印象是這些 Ethnic conflict Ethnic conflict An ignorance of Taiwan and its history that have created a weak national identity And a residual identification with China that weakens Taiwan's ability to resist Beijing's pressure Now there's an idea that is called divide and rule And this was first stated by the father of Alexander the Great So it's been around for about two and a half thousand years And it's been a very loyal friend to imperial policies It refers of course to a strategy where competition is deliberately introduced between groups to prevent them linking up and presenting a threat to an existing power structure Now the KMT has always been deft at exploiting fears around the non-Hokyan speaking population in Taiwan That majority rule would mean the triumph of some kind of Hokyan chauvinism It isn't accidental that areas with major concentrations of hacker speakers usually vote blue As do the aborigines But these unfortunate divisions amongst the people of Taiwan have not been helped in the past by attitudes among the green camp which have actually seemed to bear out this Hokyan chauvinism idea As for an ignorance of Taiwan This hardly needs more explanation does it? We know why this is But what matters is its effect on the formation of a national consciousness Now there are several contending theories about how a people become a nation One thing about which they agree is the importance of a historical narrative that defines that people's uniqueness This narrative can be based in prehistoric myth Or it can actually be based on a reading of comparatively recent events Part of France's historical narrative for example Consists of the legends of Charlemagne He's a king from the 8th century So that's about 1200-1300 years ago For Australia on the other hand A crucial part of its formative national narrative Is a military campaign in Turkey in 1915 The state of Israel And I say the state of Israel as separate from the Jewish people Looks to even more recent events for its sense of identity Events quite within living memory Some of the history and traditions that derive from it Some of the history and traditions that derive from it Can sometimes actually even be invented Scotland for example Has cultivated a kind of nationalism That depends on a great deal of romantic historical invention But much of i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 But nevertheless A history there must be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generations of Taiwanese Have through the China-centric education system Be denied 那殖民的遺產要怎麼樣描述呢 很簡單其實就是撕裂族群 使台灣的大眾對台灣本身歷史的了解很少 然後就無法形成國家的認同 甚至還有一部分的人對中國有保存認同的言論 而這個餘溫就銷過了台灣對抗北京的力道 所以基本上就算是一種各個擊破 餘溫得利的狀態 而這種概念呢 起源於2500年前的亞歷山大大帝的父親 此後呢 分化策略就一直是帝國政策的好朋友 所謂的分化就是引入族群的撕裂紛爭 防止各個族群團結凝聚 不然的話 團結凝聚之後會影響 會威脅到統治的統治地位 那國民黨就非常善用 甚至非常善於利用非民族群的恐懼 使這些人認為說 如果多數政治成功的話 那就是輔導沙文主義的勝利 因此客家族群 原住民普遍會偏大 並非小朋友 但是另外一方面 綠營的態度很難改變這樣的分化現象 因為目前綠營似乎還保有那麼一點輔導沙文主義的色彩 至於大家對台灣的無知 大家也都知道原因嗎 不用再解釋了 但重點是這種無知 對於國家的意識會有什麼影響 一個民族怎麼樣形成國家 目前還是議論紛紛的眾說紛紛的 但是各方的共識 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一個國家要形成一定要有一個歷史的描述 那這個描述呢 會伴隨民族特色的產生 那這種描述的內容 可以是史前的傳說 或者是近代的事件 像法國來講 很多的歷史描述來自八世紀的查理曼大帝 那澳洲就是近代的例子 澳洲的歷史描述比較多來自 一次大戰的紐貓軍團在土耳其的軍事行動 那以色列國 在此呢 我說的並不是猶太人 是以色列國 本身的歷史描述比較多來自更近代的事件 這些事件可能活著的人都還有一項 那 但是當然剛剛講的是實質的歷史描述 但是也可以是虛構的歷史描述 像蘇格蘭國家認同的一個基礎 就是19世紀所創造的很多浪漫的傳說 但是不論是 原也好近也好 事實實也好 捏造也好 台灣總是要一份歷史的描述吧 但這個描述去遭到了中國化的課道 作為一個批評 然後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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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as an inheritor of a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or in some way exiled from it. It's like losing a birthright, we might call it. Now, perhaps more importantly, there's another element I wrote today, namely nationalism. And by that I mean the identification of oneself with more powerful entities that you can use to sort of boost your sense of self-worth. Now, some here seek to identify with an ever more powerful China because, and we've all heard this before, Taiwan is so small. Probably few Taiwanese actually realise what a strange comment this is. I don't think I've ever heard anyone say Singapore is so small or Ireland is so small. Scotland, for example, and of course I think about Scotland a lot these days because it very nearly became independent last September. Scotland has about the same level of wealth as Taiwan. And while it actually has twice the land area, it only has about 30% of the population. This has not stopped the powerful Scots nationalist movement seeking independence and only just failing to win it. Nobody says Scotland is so small. So when people say Taiwan is so small, I don't think they mean that Taiwan's a small island, which is arguably true. Actually, there are a lot of smaller islands in the world. but rather that it is in some way not significant or powerful enough. And I find this strange. I mean, Taiwan has the same population as Australia. It has an economy bigger than half the countr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Taiwanese belittle Taiwan unnecessarily. And I think this has much to do with the China-centric education they receive. I think the issue is the issue of the Chinese European Union. The issue is that I wrote in the book of the book of the book in the book of the book in the book of my Taiwan friend who said that he did not want Taiwan to be because he thought that he was going to be the same with th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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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But no one said that that's always the same thing that you wouldn't have to do a lot of times. So this is the case that's the case that's the case that someone's trying to to think 除此之外,我在書中也提到了民族主義 所謂的民族主義就是去認同一個更強大的群體 來提升自身價值的觀感 那這樣子就變成說有些人會去認同強大的中國 那他們的理由就是台灣太小了 而且很驚訝的事情就是很少台灣人覺得這種話有不同 因為從來沒有人說過新加坡太小或者愛人太小 就以蘇格蘭來講好了,蘇格蘭的總裁夫跟台灣差不多 而且蘇格蘭差一點在去年9月獨立 面積是台灣的兩倍,人口是台灣的三成 即使去年9月獨立共同獨立 但沒有人會說蘇格蘭太小不能獨立 所以我想當台灣人說台灣太小的時候應該不是整面積吧 反正事業上其實還會亂說更加的道理 但是我覺得他們的意思就是台灣的力量不足 但這也怪了 因為台灣的人口跟澳洲一樣多 台灣的面積比起半數以上的歐盟國家都還要大 所以其實台灣根本不需要自我扁低啊 但這種自我扁低的心態其實來自中國化的課程 were always severely limited by the lack of green control of the legislative game. But I would also argue... Nine. Hello? Yeah? I'm going to take a swap. Sorry about that. Sorry about that. Does that work? Does that work?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Am I supposed to press something? Hello? Does that work? Way, way, way. I think it's the system that's dead. Not the microphone. Way, way, way. Hello? Sorry, Alice. Kingdoms are... No. Hold it down here. Kingdom musical microphones. Okay, anyway. Where were we? Right. Oh, yes. Lack of green control of the legislative game. Right? Okay. Well, we all know that. But I'd also argue that the democratisation was mired in a kind of short-sightedness, partly as a result of the Dangwai movement's exposure to American ideas. I think this meant an adoption of third wave of democracy thinking that was very popular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80s, and there was a regrettable lack of exposure to Marxist philosophy. What the Dangwai really needed was the exposure to the work of an Italian Marxist by the name of Antonio Gramsci and his theory of cultural hegemony. Now, this is actually the new stuff, by the way. Now, Gramsci theorised that in a society, the ruling class manipulates the culture of that society, the beliefs, the perceptions, the values, the mores, in such a way that its worldview becomes the cultural norm. The ideology of the dominant class, which justifies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status quo, is accepted in the society at large as natural, inevitable, beneficial. The prevailing norms within a society are not a product of natural,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 but, in fact, a construct created by the ruling class to justify its ascendancy. And, basically, it's a construct by the people on top to justify their being on top. And everybody is led to believe that this is just the natural way things are. What we think of as the way things are is, in fact, more a case of the way someone would like us to see them. Hello. Hello. Okay. Okay. Er, hey. Okay. That... 基本上, 台灣的民主化 一般公認是獨裁轉型著民主的反面案例 那其中的原因, 當然就是因為沒有混蛋就沒有充実、 也沒有有寫衝突 但是我覺得 這樣子的轉型 卻沒有成功地把執迷的演誤給去衝掉 可能是因為在過程當中 去執音化的人 沒有真正的掌權 沒有辦法實踐他們的目標 像是承去給總統 他做了兩任 民進黨卻都不是不會播出 此外我覺得台灣的民主轉型 根本不是一種是經歷的轉型 可能是因為黨外運動的時候 黨外人士啊 他們受到1980一旦 第三波民主運動的思想訊號 結果呢 黨外人士就採用了這個想法 卻沒有去正視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哲學 可是我覺得當時的黨外人士 應該要採用的是 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 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 這是一個新的講法 葛蘭西認為 社會中的統治階層 他們很善於操弄文化 其中包含信仰啊 價值道德觀啊等等 那這樣的話 統治者的世界觀 就會被大眾視為一種文化的常規 支配階層的意識心態 就會合理化自己的統治 然後社會大眾就會覺得說 這種支配的關係 是自然不可能 一些有益的結果 結果這種強勢的規範 其實本上 並不是自然發展的結果 可是大家卻相信了 這個是自然發展的結果 然後呢 從統治的思維周邊合理化 結果我們所認為的常態 反而是同志所樂見的這種狀態 在台湾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了一种旧的旧古代的旧古代, 中国的概念,中国的文化,中文化,中文化, 是全体的类似的类似的文化, 一个一个论文化的文化, 人们的文化,是人们的文化, the status quo is natural and the change is radical and destabilizing." Rao Xi's other important insight for Taiwan was that to change your system, you first need to fight on the level of cultural hegemony before you descend to the political nuts and bolts. and what this means is that changing the way people vote,or even just giving them the vote,is not enough. 他们必须改变他们认为他们认为他们认为 这是我认为这个问题与台湾的共产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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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认为太多的政治体制 并没有太多的政治体制 这也认为这些认为这种意义的状态 是最好的选择选择选择的选择 anyway, the result, as we all know the historical process here in Taiwan is that while the election process liberalised the effect on society at large was actually quite minimal third wave democracy theorists applauded minimal disruption was exactly what they wanted but the hegemonic values remained in place in this sense Taiwan was less lucky than its democratising counterparts in Eastern Europe countries such as Poland, Hungary, East Germany, Czechoslovakia where by 1989 the older ideology was so discredited that it disappeared almost overnight one of Taiwan's problems actually has also been that the economic success attributed to the KMT since 1949 has actually helped entrench this hegemonic ideology I just wanted to explain the question I just wanted to explain the question I just wanted to explain the question but I must admit that there are many of the difficult questions that are going to be 反抗 the KMT like my own country of the global culture and the hum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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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lture and the values of the government this is the KMT and the Human culture but in Taiwan we cannot see the Taiwan's that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여러분들 we are looking for that they all 如果要顛覆這個現況 那根本不是亂來 從葛萊西的觀點來看台灣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重點 那就是如果要改變台灣的體制 就必須要先對抗文化法權 才能夠進一步拆解國家機器 我的意思就是說 改變大家投票的方式 或者是賦予大家投票權 其實並不夠 真正要改變是選民的思維 這就是台灣民主化的必定所在 缺陷所在 因為我們長期以來 過於強調政治的程序 卻沒有想到政治程序背後的文化背景 這也能解釋為什麼台灣人還覺得說 維持現況是最好的選擇 其實這種選擇根本就是不動人民 根本就令人沈喪 結果選舉程序自由化了 可是社會卻沒有什麼影響 第三孤民主論者歡欣鼓舞 覺得說太棒了 我們沒有流血 沒有紛亂 撒成了民主 結果強制文化還是存在 就這點看來台灣可以說 比東歐國家還要不信 像是波來西馬利東 和捷克等 畢竟這些東歐國家 他們在1989年 舊的體制 舊的思維 在一夜之間被脫棄了 可是台灣卻沒有脫棄了 結果呢 經濟齊齊的果實 全部歸後給國民黨 1949年以來的 同國發展反而助長了國民黨的統治 Now, what Taiwan has long needed is a kind of root and ground reform that involves a rejection of key elements of the colonial regime and their replacement with native models and of course green leaning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have known this for a long time and have tried to effect change within the system when they could I was rereading something I wrote at the end of 2004 in which it came at a period just after the head of the examination Yuan was under fire for trying to introduce a local language element into civil service exam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head of the education ministry was in trouble over changes to the history curriculum regarding the Cairo declaration and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which of course had long been misrepresented by the colonial KMT Now, at the time I wrote this To intellectuals the idea of history as being mutable written by the victors to embrace their own ideology and underwrite the legitimacy of a certain socio-political regime might be commonplace but there are an awful lot of ordinary people to whom history such of it as they remember from school is supposed to be fact and it takes a long process of consciousness raising a long process of social education for them to see things in a different light Taiwan really needs to be a completely different level you need to counteract the most important people and then use a different way to change and that's what we find 他主張要改變歷史課本當中 開了學語言跟舊機商合約的內容 結果遭致了麻煩 當然我們知道這兩個歷史課本當中的內容 本來是國民黨委屈的嘛 但是呢 我們知道遇到這麼多麻煩 所以我就寫了一封信給所有知識份子 我說或許大家普遍認為 歷史可以隨便為勝利者修改啊 撰寫啊 然後反映生意者的意識形態 然後呢 替主政者的合法性跟社會政治地位背書 但是對很多人的人言 他們期待在學校念到的歷史是史詞 所以必須要花很多時間 來提升意識 推廣社會教育 調整不同的觀點 Now basically I think green intellectuals have had the right idea about what needs to be done but have so far lack the power to bring the right kind of church about and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is is that they have tried political and bureaucratic means without having built the kind of mass movement in grassroots opinion that would really support a challenge to the colonial KMT still existing cultural hegemony basically they've challenged at the apex, the top of the pyramid when they really needed to undermine the base it was for example absolutely the right thing to change the name of the Chiang Kai-shek memorial law in 2007 but when the KMT changed it back in 2009 there was hardly a murmur of dissent there was no grass roots out crime this was regarded as largely part of a political quarrel not a serious question of identity if you remember KMT actually proposed a public consultation over restoring the old name and then they said oh this won't take place because it's too divisive now there's a classic KMT tactic for you now what's upsetting is not that the KMT would change the name back I mean for the young thieves to protect the legacy of the old thieves is only to be expected what is depressing is that the public left them basically a Taiwa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remains weak and this is in spite of political change and democratization in spite even of eight years of DPP presidency so what is to be done? 基本上我覺得泛育知識分子他們心有於有力不足 沒有辦法帶來實質的改變 不過這可能是因為他們只有嘗試過政治或萬有的手段 沒有想到說可以利用草根跟輿論的力量 來撼動國民黨的法權文化價值 如果國民黨的文化價值是一個金字黨的話 那綠營長期以來都是工黨金字黨的底端 但如果你要拆掉金字黨你要打地競 舉例來說年輕年的時候 中正金字黨改名為台灣民主金字黨 我覺得此舉完全正確是很好的作文 但明九年國民黨改回來的時候沒有人坑聲 也都沒有看到草根愚蠢的踏踏 結果表面上看起來只是很難律與鬥爭 但是事實上這個又關到國家意識的一個認同問題 我想當初國民黨還提議說要把大宗執政的名額掛回去 然後還諮詢大宗的意見 結果呢又說這樣會撕裂族群 不要做好了 然後後來兩隻分明就是國民黨的鬧套 不過這並不是令人難過的部分 令人難過的部分是社會大宗居然默許國民黨這個做 所以基本上儘管有的政治轉型 有的民主化還有八年的綠色執政 但台灣的國家意識還是向他們圍迫 Now, about this I probably have three things to say The first is that when nationalist movements first emerged in the mid-19th century they were usually built around a linguistic group with a traditional territory which sought some kind of autonomy for itself and I'm thinking here of Poland, Hungary, later on Finland and as always Ireland Now, the rise of these nationalisms was always connected with cultural campaigns encouraging people within the group to identify less with the dominant ruling culture which was usually that of one of the European empires of the day and more with a uniqu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ir own Now, this involved a reworking of history into narratives that would sustain an idea of national uniqueness an idea of pride, an idea of loyalty It also involved a huge amount of linguistic work often taking dialects that were regarded as extremely primitive and fashioning them into literary languages languages that could actually be used for very difficult highly complicated modes of expression Actually, we don't even have to look at Europe, for example of linguistic nationalism For example, the Baihua movement in 1920s China was a similar example Singapore has actually managed to strengthen its identity by the promotion of Mandarin over the various Chinese dialects that its mixed population used to use Taiwan, I think, probably needs to be the anti-Singapore getting serious about the promotion and use of local languages The idea of a local language component in major exams is surely one that needs to be pursued if it isn't being pursued already As I said, I haven't lived here for seven years so things might have changed History is another area where public consciousness needs to be raised One thing that those 19th century nationalist movements and post-colonial regimes that's modern post-colonial regimes have in common is the development of a historical narrative emphasizing uniqueness often born out of struggle There is no reason to think that this cannot be done in Taiwan I would like to emphasize three key things First, the 19th century of the Chinese First,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of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is mainly used in the language and political language about the way It is the main thing It is another part of the movement in the past of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This is the main thing This is the main thing that is the main thing in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減少對統治文化的認同 對歐洲主要帝國的認同 增加對自身民族的認同 來達到國家的獨特性 民族自豪跟愛國的精神 那除了文化認同之外還有運動之外 當然這也伴隨了語言的運動 原本民族他們自己的語言或方言 是被視為隱瞞的語言 但後來他們把這種語言升級為文學語言 可以拿來建構比較複雜 比較有詩情畫意的那種語言 那其實也不需要捨心求援找到說的例子 其實1920年代中國的蠻化碗運動 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新加坡也是 近幾年新加坡政府推廣普通話 來取代新加坡華族使用的米環語跟悅語 但是我覺得台灣應該從新加坡的反向 提升本土語言的意識 把本土語言納入公式考試 反而應該是當目之奇 提升大眾意識自然也不害歷史 像19世紀民主主義運動 以及後殖民政權的共同業 就是經歷一番鬥爭之後 發展新的意識模式 強化了很多特性 而我覺得沒有理由說台灣做不到 台灣的不僅是一個地方 唯一台大陸的地方 唯一是一個地方 唯一小地方 唯一家地方 之間的地方 很像其他地方 唯一的地方 唯一的地方 唯一是一種古代秦 趟詞 唯一是最重要的 一種秩座 一種大陸的三個月 一種大陸的五個月 中处的核心中,在美国上的核心中, 我们都很熟悉了, 那美国的核心中, 在美国的核心中, 这种意义的能力, 在美国的立体理, 在美国的意义, 那些美国的意义, 为什么不可以做的呢, 在美国的核心中, 在美国的核心中, 这就是了中国的核心中, to get civil rights during this period, right? The struggles of Lin Tien-Tang,for example, the Assimilation Society, the long and hopeless struggle to create a formosan parliament during the Japanese years, and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movement of all, the Taiwan Cultural Association, as you all know,founded in 1921 by the doctor Zheng Weishui, which has been described as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organization responsi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Now,the Cultural Association is kind of almost forgotten actually, let's face it. So let's just talk about what they did. It's aims were the awakening of formos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political atmosphere favorable to the principle of self-determination. And its methods involved organizing summer schools, evening lectures on a vast number of topics, including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Taiwanese history, law,sanitation,hygiene,public health,journalism, sociology,marriage problems,and a lot more. They actually used the lecture format, this idea of holding lectures in the evening, and they thought of this as being essential to basically overcome both of widespread illiteracy at the time. I mean,we're talking about the 1920s, 1930s, and of course very strict Japanese control on what you could publish. The association also sponsored Japanese art, I'm sorry, Taiwanese opera performances. It also played a cat and mouse game with the Japanese police, pushing boundaries in a society of strict censorship. It should, among Taiwanese,have something like the iconic status of the anti-slavery movement in England, or a colonial liberation movement in a former colony, perhaps the Viet Minh in Vietnam. But few Taiwanese ever seem to have heard of it. Taiwan's deeply ambivalent situation in World War II, the grand recession,228,the one terror, the economic miracle,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You know,Taiwan actually has a vivid and quite moving estuary, and yet few Taiwanese know what it is. 畢竟台灣病,台灣跟中國各個省份不一樣. 台灣的離離地時其實跟中國各地大不相同. 像是清理時期的台灣,不過就是一個邊純, 有非常多的社會動盪。 俗話說,三年一小凡,五年一大凡, 就是台灣當時的寫照。 所以台灣當時可以說是一種, 沒有,就是不政府狀態的一種, 點將體彈。 大眾,應該這樣講啦,就是說, 你看台灣當時的狀況,這麼多社會動盪, 跟早期美國西部剛開發的時候是一樣的。 那我們也知道美國西部的傳說, 也是美國身分認同的一個重要的環節。 那既然美國可以拿西部來當作自我認同, 那台灣當初的社會動盪不也可以當作我們認同的元素呢? 那除了清理時期之外,還有日治時期。 日治時期,台灣人也非常的極力爭取公民權, 像是連線堂在黃民化運動時期, 就率領票人到日本去, 爭取台灣議會的審職。 此外呢,賈衛水他在1921年創立了台灣文化協會, 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活動, 不過大家可能都不太了解講外選當時做了什麼吧? 我們課本可能不見得寫這麼多。 那基本上,台灣文化協會主要做的是提升台灣的民族意識, 並且塑造一個比較適合進行民族自選的一個政治專門。 那其中的方法,舉凡成立夏令嶺啦, 或者是辦傍晚演講活動當中的主題也廣播非常多, 像是中國的歷史、台灣的歷史、法律、婚姻制度、社會問題等等, 還有公共衛生物議題等等。 那這樣子的演講活動跟夏令嶺也大幅增長了台灣在2030年代的十字律, 還有台灣總統府會出版的限制也因此大幅降低了。 而且台灣文化協會也資助了台灣歌仔協議的處理。 但是在整個過程當中, 文化協會也必須要跟日本警察玩說明茶, 必須要挑戰日本當初威權體制的極限。 其實從這點看來起, 台灣人在當時充分具備了英國、法國、 還有越南反抗法國獨立的那種精神跟元素。 那在反觀台灣在二次大戰的矛盾的地位啦, 228事件啦,經濟奇蹟、白色恐怖等等的元素, 其實我們都知道台灣有著非常多元且精彩的歷史。 可是我們卻自己都不這麼忘記。 現在,我認為我們需要的勉強力, 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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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努力、 努力、努力、 努力和傳統技術。 現在,在英國中, 여기 예� trade podcast for example, the BBC has a channel of which the major part of its content is popular history it takes something that people might have heard of but know few details about reduces it to easily digestible interesting chunks and it leads audiences much better informed about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seat power 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reeway system 很大,其实是挺有趣的, 其实很 interesting stuff. Nothing prevents the same happening here in Taiwan, except that few seem interested in doing it. Another way of popularising history in the UK has been through historical drama, both in books, on TV, and in movies. The books and TV series of Hilary Mandel's Woodhull, a work about the 16th century politician and courtier Thomas Cromwell, 有大大的影響在那段时间的影响 同样的事情,在台湾的做法 有很值得的情景和一些统统的情景 在戀款里,有专业剧《Craveheart》 加上邀请她,以及对于是没有人的 不知名的,是没有人的 是法治阿尔的,没有人的 是法治的百年轻人的 十年代的政治标志 despite its startling and actually almost laughable historical inaccuracies. What we're really talking about here are stories. The word the academics actually love is narratives. Stories in history, stories about history. It's these stories that people weave together to create a national story for themselves. And that's what national identity is. It's seeing yourself as part of that story. And it's these stories. Well, for a start, let me just say, I think Taiwanese have barely begun to put together this national story. And yet, these stories are needed to counter the stories, the narratives of the colonial era. The KMT had a story. The one about Taiwan being snatched from the motherland and then returned. and how the party's benevolent rule brought prosperity and how tired we are of hearing this. But where's the alternative? We need stories that stress Taiwan's uniqueness as opposed to stories that stress China's importance. Put in the most basic terms, how often have you seen TV dramas set during some dramatic event in China? When I was in Taiwan, World War II always seemed to be a favorite. How often have you seen similar historical dramas, with a historical setting, but set in Taiwan? Thank you 中國海區發展 還有英國共同建設等等 那其實台灣有的是條件怎麼做 可是卻非常對此感興趣 那另外一個很有趣的一點就是 其實英國也有歷史劇 那這個歷史劇可以是書籍電視節目或是電影 像英國有一個很有名的歷史劇叫做 C.W.邁克爾寫的那個藍體 那當初講的是16世紀的政治家 湯爾什克朗默的故事 那因為這個歷史劇的關係 所以英國很多人因此會通過 把這個年代的英國感到非常有興趣 其實台灣大可以效仿英國的做法 把適合的歷史情節編寫成電視劇給大家看 那蘇格蘭我想大家應該也有 來講陌生的一題或是說 大家記得梅爾吉博遜他主演的很種表色 那這個電影當中其實有非常多可笑的歷史劇 但即使如此這一部快製熱口的電影 掀起的蘇格蘭大潮反而勝過了 蘇格蘭內部三十五的政治運動 這麼厲害 所以這部的重點其實就是故事 剛剛講的故事呢 雖然學者一半稱故事為描述 但無論名稱是神謀 其實故事就是故往之事 就是歷史 歷史可以把人編織在一起 創造共和作曲的身份 但這件事情可惜的是 台灣連做都還沒開始做 但是唯有一套故事 才能夠讓台灣對抗殖滅的另外一套故事 國民黨給大家的故事是什麼 就是台灣被日本竊戰了 後來光速的回到祖國的白報 回到中華國的德政 聽都聽力了吧 但是要怎樣取而代之呢 我們需要一套新的故事 來強調台灣的理合性 來對抗另外一個故事 因為另外一個故事強調的是 中國的重要性 請言之 我們以前像我們之前在台灣 看到的很多電視劇都直接講 有巴黎抗戰啊 或是中國歷代各個朝代 像是所用政帝國這種的 可是我都沒看到台灣 各個歷史故事的電視影機 所以我們有個主意的主意 是你可能會有一點點 因為你會認為 這個電視劇是一個主意的 這個地方是它的主意 make better TV programmes 是這一個主意的主意 是那一個主意的理由 是台灣的主意 但其實我的主意 是這點是 不太太太主意 我所說的 we need to create a counter narrative to the colonial kmt's right we need to create our story a taiwanese story the kmt has a story it's a china story where's the taiwanese story how many taiwanese know it out of this you hope can come a new nationalism not a chinese nationalism a taiwanese nationalism i remember lee dong quay many years ago talking about the idea of a community of destiny and i thought this was a hugely valuable insight president lee's point was that everyone in taiwan came originally from somewhere else they came here usually to escape problems from somewhere else famine war poverty taiwan in this sense is like a lifeboat and everyone has to work together to keep it afloat it's a lifeboat that has been rocked by huge storms with rebellion invasion then dictatorship followed by then war and then more rebellion and then more dictatorship but this history of adversity should create a bond then it's the final legacy of kmt colonialism that is divide and rule use of ethnicity has until recently resulted in these bonds being very weak perhaps even barely formed and strengthening them is now i think the primary task that needs to be done thank you very much 没有那么浮潛的 因为我这边强要的是故事 很必需要重新塑造一个台湾的故事 来对抗中国的故事 来对抗殖民的故事 那从这个新的台湾的故事当中 可以产生一个新的台湾的民族中 我记得当年只能汇提出了 地域共和的概念 一个很大 这一点 我覺得蠻好的 他的意思是說 台灣島上的每一個人的祖先都來自他方 當初未來是因為要躲避他方的問題 諸如饑荒 戰亂 或者是貧窮的 所以台灣某種形式上算是一個舊生艇 大家必須疼舊共機 但是這個舊生艇有意義 遇到暴風 遇到大漫 像是財油 外販等等 一波未來 一波有起 這麼坎坷的過去 理論上都在台灣形成一個連結團隊 但是國民黨的分化統治 目的就是要消過這個連結 使得是無法再生 現在的道路之急就是要強化這道文件 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阿倫先生非常具有國際觀 然後歷史眾生的這個演講 最後講到這個敘述這個部分 我想到 我這輩子看過最多次的一個電視影 以及是一部叫做寒流 應該不太有人看過了 然後看過最多次的電視是 《梅花》跟《八百壯性》 好像敘述這個問題應該大家知道是故事 然後它所牽扯到的是一種 觀點、記憶以及一些感受 所以最後這邊非常非常重要的是 我們要自己來說我們的故事 我們要重新來改寫 這些被國民黨放在大馬羅 非常長久的一些歷史的一些記憶 那阿倫先生剛剛講 我想大家很多來 今天都是新年報的一個疑問 就是說 到底要怎麼樣去除 國民黨的這個殖民的這個體制 那阿倫先生剛剛演講裡面 我個人來講 我覺得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光是只有社會運動 光是只有改變投票行為 事實上是不夠 光每天在嘲笑說那個9% 可能更低 在嘲笑這個黨每天在那裡秀下線 可能還不夠 因為阿倫先生從 不管是格蘭姆西或者是 大家也可以再想一想阿圖塞的那個 意識形態國家 你們發現到說殖民統治 它事實上是根深蒂固到 我們日常生活當中非常非常細微的一些東西 包括說 小孩子要上寫作班 我們就送到 那個那個 國營日報社 還知道那個是黨產 後來也跟我家小朋友講說 我保證就不讓你去 那所以你會跟生活習慣 跟我們的想像 跟我們的語言 都有非常非常密切的一些關係 那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過去台灣這幾十年來 我們常常引以為傲的所謂的民主 改革事實上 我們認真的來想 可能是只有轉型 沒有正義 那該怎麼走 該怎麼做 其實都還蠻多的一些可能性 所以我們接下來 就請我們的國塵老師 來回憶一下 剛剛阿倫先生 這個演講 他也許會有提供一些不同的思考點 好 歡迎國塵老師 謝謝主持人 這個我還是要再次強調就是說 我以前讀到這個阿倫先生的這個論述 開始體會到就是說 台灣真正的問題 甚至不是國民黨不倒 台灣不會 而是殖民不倒 台灣不會 因為呢 在2012年的講演 每一個大報告就是說 這個國民黨不灰 其實就是殖民不灰 已經變成台灣人的靈魂 所以呢 在上星期六的講演裡面 有人說要怎麼樣把這樣的體制一拳打扁 我說這個問題不是一拳打扁 因為它會一拳打扁到自己 重點呢 是像那種得到癌血病的患者 主不把你記得就是骨髓 把它換掉了 那麼 我當時體會到這個概念的時候 所以我在2002年 2004年 2004年 我就 本來我在衛生抗議大學讀博士 我後來覺得 我希望能夠到一個 當過殖民地的地方 去看一下台灣能夠學到什麼 所以我就從衛生抗議大學 轉到 雪梨的新南威爾士大學 在那邊看到呢 澳洲人做了些什麼事情 澳洲人做的事情呢 就是逐步的從他們的英雄故事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去建立他們自己的國家任徒 在那之前呢 澳洲人認為說 我們就是女皇陛下的子女 我們是英國人 回到後來呢 在二次大安之後呢 他們開始逐漸出現了Australian 我們是澳大利亞人的新任徒 那麼我不斷就在想說 這樣的事情 有沒有辦法在台灣發生呢 可是呢 我發現在台灣 基本上大家所在做的事情 在社會運動也好 政治運動也好 各項努力 我覺得幾乎90%的力量 都還是放在改革中華民國的政治 這個要說三遍 是在改革中華民國的政治 是在改革中華民國的政治 而不是在認清這一個 外來政權帶來的這個殖民 對台灣的影響 甚至有人呢 一聽到外來政權或殖民 就立刻呼名 實際上或者認為說 對於這個台灣現在有自主的選舉 要示範 其實呢 在亞洲很多地方呢 很多地方呢 這個被殖民 例如香港 他們現在懷念的是殖民者 而不是現在 他實際上是出生在香港的 這個本土政權 我們知道 英國在香港統治有28任總統 這28個人沒有一個人在香港出生 也沒有一個人是 不是英國人 香港回歸之後呢 現在第三任的特首 都是在香港 土稱土葬人 但是非常有趣的是說 這三個人即使 沒有經過民意的產生 他們跟他們全家人 都沒有外國葬 但是呢 在另外一個自認為已經民主的地方呢 人們呢 可以毫無疑惑的 完全接受他們的領導人 全家人 都不在這塊土地上 生活 甚至呢 不要說不自認為是台灣人 連自認為中華民國人都不願意 這讓我覺得非常奇怪 當作為一個台灣人 應該不奇怪 可是後來我到國外去之後 我還是覺得非常奇怪 那麼 跟亞洲現在的總結 就是說 除了政治之外 他強調故事的重要 但是呢 我們可以看到 台灣的這些 戲劇也好 媒體也好 到底有沒有台灣的故事 到底有沒有台灣的歷史 比如說呢 我們看到說這個 一部連續劇 居然被認為是描寫台灣在清朝時候歷史 好像王菲鳳 但在講什麼 我認為它既符合歷史 也不符合文化 但是呢 這一塊在台灣是最沒有人注意的 最沒有人注意的 所以 所以 基本上我在以前 在學校 或者是在其他地方 我以前在清苦會 行政院清苦會服務的時候 我當時跟正義運主委 也就是這個地方 創造人 比如說 我們清苦會呢 基本上送給同學們 或者是其他地方的禮物 就是打破神話這個禮物 常常大家體會到就是說 即使當時被認為是政黨倫敵人 即使當時被認為是本土執政 但是呢 神話還沒有打破 知名還沒有解除 所以用了那一本書 所以那個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但是呢 台灣的教育 或者是台灣的社會運動 在乎在乎講故事這件事情 在乎在乎講故事這件事情 我不鼓勵講故事這件事情 這又碰到另外一個主要的問題 就是說 大家認為講故事只能講好的 只能講好的 只能講說 這些過去的 誰對台灣有貢獻 誰對台灣有做了一些好的事情 其實上呢 我們要的故事 應該是好的 壞的 成功的 失敗的 值得紀念的 或令人沮喪的 我認為這些故事都要的 可是呢 我發現 包括我的很多朋友在內 包括所謂的台派在內 很多人是不願意面對事實 很多人是不願意面對現實 很多人是認為說 很多不好的事情 壞的事情 我們不去面對 我們於否定 它就會自動的不可待 我認為呢 這一點就是對於我們 要寫台灣的故事 理解台灣的歷史 一個非常巨大的帳範 那麼 這是我在讀了這個 艾正先生的著作 而且 因為他聊過很多次之後呢 我認為說呢 他的看法 的確是台灣的書 另外呢 艾正先生剛才提到一個名詞 叫做Divide and Rule 這個字呢 其實簡單的講 就是我們常講的 五龍治水啊 就是說 這個殖民者呢 像剛才講到說 他就會操縱一個族群的文化 讓大家彼此不能團結 然後呢 讓一個族群對付另外一個族群 然後呢 在這一族群裡面爭取 這個對他們認同的人 去進行他們的統治 這個嚴格講就是五龍治水 但是呢 這個觀念呢 在台灣我覺得說呢 也遭到相當多的質疑 我認為說 這應該不是說 對於我 或者是我的兄弟書名之間的反對 而在於什麼呢 在於不願意面對事實的 這個傳統的關係 我認為說 對台灣來講 我們今天 要讓台灣變成一個更好的土地 要建立真正的國家 我認為這些問題 都一定要面對 而且要消除 謝謝 謝謝國晨老師 非常簡短精彩有力的補充 所以這個也是 牽涉到這個文化的自行 這個問題 每個人可能都要能忍心之問 我們是不是對那些 所謂的大國強國文化 有那種根深蒂固的 這種文化的情線 那發音出來 事實上也是一種 文化的慈悲的一種情節 那我們接下來 就開始進行我們Q&A的 這個也是 現場觀眾提問的 這個習慣 那我們就用這種方釘 就是我們每一輪 就接受上個問題 然後大家在發問的時候 請盡量簡短 把他濃縮在一分鐘之內 那 就 有公平 請先放下來一下 好 請 這邊一位 然後這邊這一位 那 自比這位 就這次三位 第一輪 那 基於那個 舊金商合約的 那個台灣主權未定論 我們如果在人家裡講的 那個台灣獨立 你所認為台灣獨立 台灣是從中國獨立 或者是台灣從中華民國獨立 或者台灣從世界獨立 來一個比較 接近於準確的台灣獨立的定義 那 另外一個就是說 台灣如果放棄使用 中國 跟住英符號 正對台灣脫離 中國文化霸權 是不是一個 有效的方法 謝謝 這個 紅線條 這裡 紅線條 這裡 紅線條 這裡 紅線條 嗢 祝這個 今天我們得以為 Israel 跟我們說 個心事 就算是《新的蟴》、《新的大陸》、《新的大陸》、《新的大陸》等了 《有四十年代》、《Ridiculous》在台灣 What is the credit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of Taiwan in this drama? I am very selective in your opinion If you do not recognize all the right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of Taiwan It means you deny indigenous people are not human beings It is my humble opinion. Thank you It is my humble opi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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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irst question about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And Taiwan's status I think as far as we Well one thing we know about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is that Japan gave up Taiwan Nobody else was given Taiwan The ROC was supposed to be a caretaker government here on Taiwan I think if you were to put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together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The obvious legal aspect of that is that basically at some time after the peace treaty was signed Taiwanese should have had a vote, a plebiscite, a referendum On whether they wanted to be independent or whether they wanted to be reattached to China And obviously of course this never happened And never has happened to this da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m not sure You think that this is likely to be a problem for Taiwan independence? I don't know I mean the biggest problem for Taiwan independence is the fact that the Chinese threaten to invade, attack and bring war to Taiwan Should Taiwan should Taiwan ever actually declare independence So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basically It mandates that the Americans should support Taiwan with military equipment It doesn't mandate that Taiwan's attack that they should come to its rescue The Americans of course have always been a bit scared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Because it's highly ambiguous as to what they actually are committed to do And if they stand on the wording of the Relations Act then they look weak If they go with the obvious sort of moral idea embodied in the Relations Act Then actually they look like they're going to go to war with China So But whether that's actually a problem for Taiwan's independence I think it's actually almost a peripheral issue And finally about aboriginals I don't think anyone's denying aboriginals that they're rights are they Obviously they are people on Taiwan The point is everybody on Taiwan should have the same set of rights Under the colonial KMT that wasn't actually true Some people have more rights than others I've always thought that As I said before There used to be a very strong ethnicity About relations Relations between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Tended to actually dominate politics Certainly and much to the weakening of the green cause I should say Basically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A lot of non-Hokkien people thought that Thought that Taiwanese nationalism was really an excuse for the Hokkien people to kick everybody else around What actually of course you need is a non-ethnically based nationalism And the nationalism should be based on I think two things Right The first that everybody who's born in Taiwan is Taiwanese And second that it doesn't matter if you're in the green camp, the blue camp or whatever camp you are Nobody should kick the Taiwanese about The essence I think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Doesn't necessarily have to be Taiwanese independence As long as there are an awful lot of people here in Taiwan who don't want that independence Now you might say that's regrettable Or I mean most of the people here probably think that that is regrettable Nevertheless it's a fact And a successful nationalism really has to kind of find a way to incorporate those people And I've always thought the way that they should incorporate it Is to say that the essence of Taiwan nationalism isn't necessarily independent It's self-determination It's that nobody can force Taiwan to make a change Unless they actually ask the people of Taiwan about that change first Now of course in that sense it doesn't matter what ethnicity you are You have a choice And it would be up to you how you exercise that choice And obviously there's room for everybody in Taiwan Aboriginals, the Hacker, the Hockian, the mainlanders The idea that nobody should force you to do something without your consent That isn't ethnically based It's civic It's a question of civic freedom And I think it's something that everyone can actually understand and get on board with Thank you Thank you 剛剛第一問題是 朱基山合約跟主主委理論 我們知道 在朱基山合約當中 日本放棄了對台黄的主權 但是這個主權並沒有給予任何一個國家 中華民國只是一個帶一管的政治實體 那如果這個和平的協定要跟聯合國憲章結了的話 那就變成說台灣應該要舉辦個公投 由台灣全體人民來決定 到底要能力還是要規劃為中華民國 但顯然這些事情沒有發生 那至於台灣關係法來講 有些人認為說這個法律是台獨的主力 但我覺得台獨最大的主力其實是 中國對台灣的武力威脅 中國說如果台灣獨立的話 就不放棄獨立犯台 那基本上台灣關係法本身 當中也規定說美國要支持台灣的軍事 要對台灣軍售 但是沒有說一定要幫助台灣 就是說在台海戰的幫助一定要幫助台灣 可能一方面美國也怕台灣關係法 所以故意把這個內容寫得很模糊 如果退一步的話 可能台灣關係法會寫得太過 就好像沒有放到台灣 但是如果把太多的意識形態 放進這個法律內容的話 就感覺好像在跟中國開戰一樣 所以基本上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就是模糊空間的問題 那以原住民的人權問題來講 我相信應該沒有任何人主張要剝奪 原住民的權力 理論上在台灣島上的所有人 應該是每個人平權的 但是在國民黨和殖民時代 並不是每個人權力都平等 有一些人有特權嗎 所以我一直覺得 從以前我們觀察台灣政治的時候 其實族群與族群的關係 一直都主宰了政治的一面 像是說可能 閩南的沙灣主義 導致許多綠營的一些政治目標 糟糕的弱化 尤其是被非閩南族群所弱化 但是我覺得 其實應該要這樣子 統整全台灣的民族 可是呢 很多非閩南族群 像是什麼 客家人啊 顧名住民啊 他們會覺得說 如果把台灣的族群 全部凝聚在一起的話 就變成閩南沙灣主義的勝利 那我覺得 其實 如果要在台灣發展一個 全新的國族主義的話 就必須打破 台灣族群的分貌 不要去分 你是里南人 我是客家人 你們等 我們要重新定義 說想要出生在台灣 這個土地上的人 全都是台灣人 不分黨派 不可以抗鬥 那其實這個主張的精髓 在於台灣的全新的國族主義 並不等於台語 因為有些人他們反對台語 就是因為怕了 這樣子的民族主義的產生 他們可能覺得說 民族主義產生之後 就等於主張台語 他們覺得很怕 雖然說 我剛剛講的說 民族主義不等於台語 是真的 但是很可惜的是 沒有什麼人知道 那我覺得 其實最好的方法 其實就是 還是想辦法 迷拒一下各種族群 那 可能要先讓大家 獲得一下教育 知道說其實 民族主義 國族主義的誕生 並不等於台語 反而等於台灣的民族自決 民族自決的意思就是說 外國的任何議案 都不能逼過台灣人做任何決定 而且這並不是民族方面的一個觀念 而是台灣既有的公民權利的觀念 因此呢 我相信呢 公民自由本身大家都覺得說 是一個蠻容易懂的概念 那我們不妨從公民自由的角度 來出發 來倡導一下 其實我們各個族群 是可以採集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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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山上之前 艾倫先生的那個演講 你有提到說 殖民體制它會去操縱這個族群的這些矛盾創突 我覺得這個也是我們要去重新把它找出來的一個故事 就是說 我們要去追問說 國民黨是用什麼方式在挑動 在操縱台灣的族群的這種矛盾創突 有一個例子就是像 大家都是注意到那個考選部 那個工務人員特考 曾經在某一個時段裡面 時代裡面事實上他是 哪一個省級的人有多少的保障名額 如果發現到那個字 那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歷史的一個珍貴的一個紀錄 那另外像民族主義這個部分 我覺得大家也需要放在心裡面 就是說我們也要 我們也要把它污名化 應該要把民族主義把它去污名化 就是說我們理解民族主義的方式 不應該是從所謂的血緣的這個角度來理解 它也可以是一種公平民族主義 也可以是一種文化的一個民族主義 所以就是一個簡單的回憶 那 不怕忽略到後面這邊的朋友 所以我們 底下來這一輪的這個 前面兩個問題 我們是不是就讓這邊的朋友們 提問一下 那如果大家想要 請問一下國晨老師 想多聽他說一些的話 也可以把問題給國晨老師 好 現在前兩個問題就開放 這邊的朋友 請 這邊 三個 這三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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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有反應 台灣Decolonization 我的看法就是 國民黨是美國跟自己走 美國現在應該怎麼幫我們 包三人說 跟國民黨掛牌 大家好 我招財老 我本人的故意是 台灣虎老爺 我在這裡的問題是 其實我們國民黨市民統治 當年以來 台灣的教育體制 不管是國文 其實就是中文 和所學 福利 法學 都都是用北京的來搞 所以我在這裡想問 我們要怎麼來友好 來推薦我們的母義教育 第二問題是 母義教育 其實我們台灣的 如果是台灣虎老爺 也有我們台灣客家 也有我們台灣 各種的元素兵 如何來 照顧到 我們各種台灣人的意見 在我們台灣人的教育體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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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here was a rough agreement between the wartime allies about what should happen to former Japanese territories former Japanese colonies once Japan was defeated if you were to if Japan is defeated and basicall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ere in Taiwan has no status somebody's got to come in and take over and that somebody was chosen to be the ROC simply because they were the nearest military force the biggest military force and actually of course Chiang Kai-shek put pressure on the allies to be able to do that but I think if you were to say that I think it's grossly inaccurate to say that the the ROC on Taiwan is the result of an American gift if you want basically basically when these things were decided which were I mean the Cairo conference was in what 1942 I think and then of course there was Potsdam in 45 but of course at the time that Potsdam happened there the war in the Far East was still going on the atom bombs hadn't been dropped so most of the thought that was given to what was going to happen in the Far East nobody knew about the atom bomb to remember except the Americans themselves the discussion about what was going to happen in the Far East was all very vague because nobody knew when the war would end actually nobody was going to end within a couple of months so as I say it was vague it was loose the ROC was sent here the Chinese army was basically sent here because who else was going to sort things out the Americans didn't have the manpower the Japanese couldn't do it they were defeated you can't let a defeated government stay in place because there's nobody to replace them that's how things happened and the ROC came here as temporary managers and never left about the linguistic question how do you in a society where everybody learns Mandarin everybody speaks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of course speak Mandarin where Mandarin is totally dominant how do you create linguistic diversity or a more 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to be honest I think in the school system isn't that where you create it? I see no reason why school students at various levels perhaps even up to the university the NCAU exam shouldn't have to pass exams in a what you might be a native language it can be a it can be a Taiwanese Aboriginal language it can be Hockey it can be Haku I really don't see why why that can't happen and I actually think it would be relatively easy to arrange I should point out that having more than people seem to think that having more than one official language is problematic I don't think it is at all Switzerland has four official languages and I don't think anybody thinks that Swiss national identity is diminished by having or confused by having so many languages in fact actually Swiss national identity is one of the toughest identities in Europe the Swiss know they're Swiss and there's no mistake about it India for example has I think 19 official languages I don't think that that has in any way weakened India as a state I mean you know it has one big language up in the north and lots of smaller languages in the south and the east and most of the bureaucrats of course speak English as the kind of common language I don't think there's a linguistic problem in India at all as I said there's no reason why Taiwan shouldn't have more than one official language there's no reason why languages other than Mandarin shouldn't be taught in schools promoted in schools and examined in schools and I think actually it would be a truly good thing if they were there's no reason 基本上 about the American the I think both never have the the government and what the 當初呢 臺灣被等的國民黨黨給中華民部官 是盟軍在瓜分日本的前殖民地所造成的 那是一個粗淺的共識 那基本上中華民會來主要幾個原因是 中華民國最近有地緣關係 那可能蔣介石對於盟軍有些施壓 說他們想要關台灣 那除此之外呢 大家也都知道1942年開國的婚疫 還有波子坦宣言是1945年 但這兩個婚疫在開始 在討論的時候呢 日本都還沒投降 原子彈都還沒有投下去 所以大家都知道遠東的戰士 什麼時候會停止 所以在遠東的事務討論方面 就做得非常濃度 就很草率地把中華民國給送到台灣來的 那中華民國來台灣之後 原本只是帶動的角色 一來就不走了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美國人也不足 日本人也不能救 最後變成中華民國在台灣 那語言的部分 我們目前知道 國語在台灣 在台灣是個最強勢的語言 但是台灣還是可以推廣多元語言的 其中教育是一個最好下屬的地方 各級學校本來都可以開設各種文語的課程 甚至我覺得各級學校的考試 甚至大學聯考在內 都應該要讓學生稍微的文語來進行測驗 可以是女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等等 基本上我並不覺得這種事情實行起來會有多困難 而且多重官方語言 並不會消耗國家國族的意識 像瑞士就有四個官方語言 瑞士的國蘇主義大概是全國都最強的 超強的中義 在印度有十九個官方語言 可是卻沒有把 沒有因此讓印度缺乏的理據啊 像印度最主要的語言是北印 例如大概三地路北部的高原地帶 那印度東部呢 還是有一些靈性的小語言 那英國上流的社會跟政府官員比較喜歡用英語 那基本上接近這些例子之後 台灣其實也可以發展了多重外邦語言 並且多多的在校園或在社會當中 去推廣國語以外的其他語言甚至進行測驗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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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ting 當時他們看起來 像這兒子 唯有個當中暖語言 名叫做 начал內地 是名的 和博士 傾銀 Certain 在1880,1890,很少人在外國,很少人在外國,很少人在外國 在一年代的19世紀,從1895年代,外國有一個巨大規模的巨大規模 那些人们尽量的称呼表了, 并且设计有所在那些人生意的称呼, 尽量有所未有的称呼, 在其他人生意的称呼, 但也不是一种称呼, 但是一种称呼, 他们不过一种称呼, 他们不只是在称呼, 他们不过来的称呼, 他们必须有这个称呼的信号, 他们必须有 modern称呼, 他们必须有新的称呼, Irish identity one of the things they did was to put a lot of effort into relearning Irish everybody spoke English very few people spoke Irish but they decided no we've got to relearn Irish this is our language it's key to our identity and they did so and of course in schools in Ireland today you have to take exams in Irish even though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in their day-to-day lives still speak English the point is not that there was a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whereby Irish overtook English that never happened the point was that they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Irish as being important to the sense of themselves as being Irish people right I mean everywhere you go in Ireland all the signs are in the two languages even though probably only 10% of Irish can actually carry on a conversation you know a normal level conversation in Irish even though they are studying in schools the point is not that everybody speaks it but everybody thinks it's valuable and that officially it's always used laws are written in Irish treaties are written in Irish even though people still use English Irish is still it's essential to their idea of who they are and what they are and I think there's probably something you know useful to be learned about them incidentally of course one of the best multilingual environments that I know of is just outside here is the Taipei MRT the GU right where of course we have all the announcements in Mandarin, Hockey, Hacker and finally English for people like me and I think excellent and actually I don't have a problem if that was used all over Taiwan for everything and I don't see how that could possibly weaken Taiwan's national identity it could only strengthen it something about this I will also add a little bit of an item is out of the case actually, in the English for example, there is an issue ofessential because it's a totalitarianism like the required international law because it's basically the original international law but basically it's a whole first-time way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but it's the deal of international law so it says that national law is 1895 year-old 發起文化運動 竟然開始尋找民族的認同 那一開始愛爾蘭他們走遠的讀愛爾蘭的神話 他們覺得這樣不夠 想要找一些更現代的身份認同 因此他們都是想說 他們全力來重新學自己的文語 他們拒絕接受信號 所以大家全力一起學愛爾蘭語 所以你現在到愛爾蘭去 你會發現各級學校都有考愛爾蘭語 那雖然說大家都要讀都要考愛爾蘭語 但是大家日常生活論的還是英文 所以重點來了 其實這個文化轉型 並沒有因此讓愛爾蘭語取代英文的地位 他們只是拿這個點來強調自己的身份認同而已 到處你去看愛爾蘭街頭的標示都是雙眼寫的 但是呢 如果你去找任何愛爾蘭人 請他們用愛爾蘭語對話的話 大概只有百分之十的人 能夠順暢的用愛爾蘭語進行日常的對話 所以基本上愛爾蘭語在愛爾蘭本身並沒有那麼普及 但是卻受到非常大的珍視 在官方所有的文件都必須以英語和愛爾蘭語雙語傳行 條約也是一樣的 愛爾蘭語對他們說是找出自己是誰的一個線索而已 那其實不用說看愛爾那麼遠的地方 台北捷運也是有四個語言的文化 佛米克英馬 那基本上這種四個語言的標示 也可以迫至到台灣可不可以講過去 而且這麼做絕對不會影響 絕對不會落花台灣的民族人 那個說絕對語言的問題我很簡單的補充 我爸媽都是客家 那個 台語和喉嚨也是後來才學的 完全是後來才學的 因為我家都沒有講台語 我們的親戚公共的部份都沒有 但是呢 在我讀高中的時候 那是1980年代末期 在我們高中的時候 我在學校 覺得講台語很酷 我們當時都拼命的講台語 因為為什麼喜歡講台語 因為 第一個當時台灣在跟鄭民主播 我們就會講台語很酷 第二個呢 講台語的那些 因為很喜歡科文老師跟教官聽不太懂 所以呢 我的意思就是說 台灣也曾經有過這樣子 讓大家覺得說講台語是一種任何 是一種很酷的情況 我們要做的是怎麼讓這樣的事情 能夠回復回來 那並不是 我覺得那是一定可以做得到的 後來我去Tommy那時候 更不用講了 那這個基本上全部都講台語 那這個 如果講得很好的話 就會得到很高的認知 後來就慢慢習慣了就一半一半 但是呢 我個人覺得 在台灣這個社會 我認為說 對於 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講 對於台語的普及 我覺得現在來講 影響最大的 可能不是國民 而是部分的台語族群 例如說 我在觀光場所講台語的時候 不只一次會被人糾正發音 但是基本上來講 我覺得被糾正發音的人 像我臉皮這麼厚還會繼續講得很多 很多年輕人呢 他就不敢講 他就不敢講 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上個星期呢 我去主持客家電視台的一個節目 那這個 這個有一位來賓 糾正了我兩個字的客語發音 但是他幾乎全程沒有辦法用客語發音 他完全用北京話發音 為什麼 因為他是要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掩飾說 他的客語其實不行 但是他的客語不行 聯合講也不是他的處理 我認為說 我們要摒棄這種過於謙卑的態度 即使你講得不好 即使你只能一半講一半 大部分講北京話 一部分講台語 或一部分講客語 我認為都要有反應 然後呢 對於這種 喜歡糾正別人發音 來顯示自己語言有優勢的人 我認為說呢 我們要用正確的態度去對待 像剛才艾德將講得很清楚 艾爾蘭 基本上大部分人其實是不能用艾爾蘭語對談 但是呢 並沒有因為這樣 就不推動艾爾蘭 也沒有因為這樣呢 就去影響或者是去看不起那些 只能少部分講艾爾蘭語 我認為這是一個正確的態度 不過呢 我也有一點 對艾爾蘭先生的信仰法 稍微有點不理 就是說 在艾爾蘭呢 講艾爾蘭語的人 基本上這是認為 是一個國族認同的象徵 可是在台灣呢 有沒有講台語講歐話的族群 是支持國民黨的民意 這個比例非常高 也就是說呢 在這個課程當中 我們怎麼樣把這個語言 跟國族做更緊密的認同 我覺得還需要有更多更多的努力 我的想法大概是這樣 謝謝各位 謝謝老師 謝謝 Gladys 後期這一點很重要 就是我們基本上 我們應該用那種本質化的這種角度 來看待 如何達成這個 keen知名的 這樣一個共同的目標 請先放下 現在這一盒就回到主場 請 這邊一位 嘉宇 主場優勢 第三位是 葉姐姐拍到嗎 沒有 我沒看 第三位麻煩正 一二三 太太太 就是紅衣服的先生 好 就第一題 然後第二題 嘉宇第三個紅衣服的先生 大家好 事實上 事實上 我不太喜歡講 這個所謂的普通話 還是有請問 是這樣子我認為 每一個族群都在哀嚎說 他不受重視 尤其像 三地元助理 客家人 他們覺得是不受重視的 那台灣要獨立之前 我覺得有一個動作非常重要 就是說 如果各族可以 他在自己的領域裡面 就傳統生活領域裡面 去做獨立的動作 他就可以得到別將尊重 可以去保護他自己的名言文化 甚至文明 那台灣現在這樣子的人 他只是來認為別人的歧視他 可是他沒有做自己 保護自己文化的動作 所以這是一個很可憐的事情 那另外一點 我要告訴各位 我是希拉雅族 我是平烏狂 但是我不會講 這個我們希拉雅的話 事實上希拉雅族的語言 也併分了好幾個帥 所以這個就是很奇怪的一些項目 那沒有關係 我認為即使你畫了你的語言 都可以富裕 像這個紐太人 他們回到伊色列的時候 他們去富裕 用小學生去學他們的獨立 然後再回去教他的爸爸媽媽 甚至他的祖母主任 為什麼不 台灣如果說你要考大學 你可以在你的族群裡面 用你的族語去做一個考試的動作 那你就可以做到保護 那這個之後 每一個族群都受到保護 受到尊重的時候 你再來做一個FOMOSA Unit 就是或者說United States of FOMOSA 為什麼不 因為這個我們要做一個approach的動作 而不是在那邊互相挑釁 互相叫囂 這是你的 另外一個 我們今天在講說 問為什麼 we care stories 我們的故事難道很少嗎 但是問題是我們的媒體在哪裡 我這個因為這個蠻重要 我們不得不得 我們的媒體都掌控在K&T的手上 這是我們要去approach 去突破的地方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好 讓我告訴你今天 你會來的一些講的演講 那我有兩個比較小 而且比較基本的講問 比較精緻 想要請來發行方 就是說明一下 就是一開始你在對於殖民的定義 但是你講的主要的是 以非本地 本土的人 發展強調出來的 一個政治統治關係 那我想要問得甚至說 在你對殖民的定義裡面 被統治者同意這件事情 對於蠍米的狀態 是 這兩個東西之間的關係 就是說是被 被被統治者同意被統治 所以這是殖民 你們被統治者不同意被統治 所以這是一個名字 因為我會問你 是因為今年在春天的時候 網路上有過一場不曉得變回 有關於華安的問題 那這次我想到說不管有變者 反正以後如果被統一二年 那就不用變了 因為就是被殖民了 可是如果在被殖民關係 跟被統治者的同意之間的關係 如果沒有確認的話 我會想到不許的錯事 我希望他會說 第二的是 因為我們常常在講說 任國產局說很多次了 在二次大戰之後 世界的潮流是獨立自從 那我很好奇一件事情是說 所以我們已經看到了很多殖民地獨立了 少數沒有獨立的地方 台灣是一個 那關於殖民這件事情 現在目前的國際大陸 是否還有任何規範討論界定 因為將來很可能 我們如果要努力 我們少是在說 我們被殖民的地方 那如果我討論有什麼規範 那 我們就又創了一次先例 然後 會挑戰全世界的認知 如果有規範 我們現在也應該要知道 好 請問一下 謝謝 謝謝艾頓先生今天的演講 我剛剛聽了你這樣子的 就是以上的演講之後 我發覺你起碼看到的是 起碼有九成以上台灣人都沒有注意到的問題 然後我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我很認同你剛剛說 我們可以以說故事的方法 來增進我們的土地認同 你的族群認同 但目前台灣現在的問題就是 有一些故事都被亂帶風向 譬如說像鄭南龍 爭取台灣獨立 但是卻會被民進黨的一些地委 簡化成說 那個鄭南龍先生 他是爭取言論自由 然後他爭取到了言論自由 我們要感謝他 又如之前 台灣霸有一些 關於228事件的爭議 然後 台灣霸也是把228 簡化成 台灣族群之間的鬥爭 那我們應該要如何 又如何 又如同今天 像我們講的是殖民族義與台灣 那也有一些人覺得說 我們現在可以選總統嗎 我們現在怎麼會是殖民呢 我們都已經 有每個人 我們每個人都選票的殖民 還會是殖民狀態 你也可以選民進黨 他自己不選的怪誰 對吧 所以又如那一些 也不能說他是謊言 但是他就是 沒有講得很確切 就是只告訴你部分 然後 再把一些風向亂帶到其他地方 又如 有一些社育團體 會說 會選擇鄭南龍先生說 我是XXXX 我主張台灣獨立 但是 這一些 團體 就是他們又把一些事情 給引導到其他的地方去 然後讓我們 就是想 更了解台灣歷史的人 會不知所措 那我們應該如何打破這些 半壞的原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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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e 謝謝 謝謝 I know that there's a desire but somehow I don't feel that there's a means yet. As a matter of fact, just before I came now I was looking at Formosa TV. I said to my wife so for MosaTV there's a news channel yes and then there's another channel that has you know the usual soap operas and stuff like that and I was talking to her about what the content of these soap operas was and of course it's exactly like everybody else is and I thought well it's kind of a waste you know here's an opportunity to have some of the kind of narrative things that we were talking about you know and it's an opportunity that at the moment is wasted something you should be done about it and finally gosh what was the third question I think this was a staggering long it was sorry I guess it was my question was it? it could be yeah could be so the question is firstly about the traditional colonialism or a colonial status oh one of you is depending on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ment I'm tempted to say it's kind of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isn't it and I'm thinking it's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because if you look at America if you look at the American colonies in say the 1760s they were actually very loyal uh but of course they were still colonies uh if you look at them in obviously in 1776 they've suddenly become disloyal because of various quarrels about tax arrangements and stuff like that um so I suppose there's absolutely no reason why you couldn't have there's no reason why you couldn't have a colony that actually had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although of course it's worth pointing out that the American colonies had a very very high degree of self-government I mean basically that they had their own colonial governments and it was only in matters of uh transatlantic trade that uh Britain really sort of asserted its influence and of course that that's it's no um it's no accident that uh for example that one of the first acts of the American rebels was the Boston Tea Party uh because of course transatlantic the monopoly that was given to British shipping on transatlantic trade was the major uh uh point of controversy between the two uh but I don't see really how that affects Taiwan I mean the Taiwanese uh they uh you could say Taiwan was a colonial society from 19- well obviously it was a colonial society under the Japanese but from the KMT takeover in the autumn of 1945 through to the early 90s uh I'm not really sure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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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was ever sought um um now we're not saying that it's a colonial society what we are saying I suppose is that the narratives uh put forward by the KMT during their uh 40 year period of uh hegemony still exist and still influence people's thinking u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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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these narrative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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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need to challenge and to find alternative narratives for thank you 那在媒體的描述部分呢 我想是瑞麗還是有很多努力的空間的 畢竟我剛剛講的是說其實媒體上面有非常多的故事和描述 那這點其實是國民黨長期做的非常地徹底 經營了非常地久 那目前綠營真正該作為就是要連續把一些組織起來 目前我看到有非常多這樣的欲望 但是還沒有感覺到具體的作為跟方法 像我出門之前才剛看過民視 民視有新聞台也有戲劇也有那種非造劇的另外一個台 那我覺得另外一句去的那個台 比較可惜的一點就是說它其實可以通過這種劇場方式 就是來提供更多的表述 而不是在講很多就是民眾搬日常生活 六四歲的事情而已 那再反觀美國好了 就是我們再回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到底 受殖民者要不要討論這個事情 其實殖民的本質就是被殖民者把他們都不能討論 他們也完全討論 像在美國1760年代的時候 我們去看美國13州 其實對英國是非常地忠誠的 而且有高度自治的殖民政府 但是到1760年卻反了 主要是因為查業稅的問題 那基本上高度自治的美國13州政府 只有一點沒有自治 那就是跨大西洋的貿易方面完全由英國出散 結果導致了非常大的垂直震益 導致了整個13州的努力 那反觀台灣其實 台灣一直都是一個殖民社會 尤其是從日治時代開始 然後後來日治時代結束了整個被殖公交 1945年8月開始接手這個殖民政府 那1945年8月到1990年代初期的公民黨 長期的治理當中 也沒有管過台灣早期通過出的越殖民黨 那基本上 就算1990年代之後 台灣民主化了40年以來所 培養所栽培的霸權文化 基本上還是存在的 而且一直影響的 我們該做的就是 所謂挑戰這個融合霸權 找一個替代的能說 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覺得我們應該也要解放一下 我們兩位長這樣 我們今天非常辛苦的這個提醒方議家 我簡單做個小小的一個結論 我覺得我們談解質 或者談所謂的追求台灣獨立也好 我覺得我們都必須要認識到說 目標一致但是 途徑側面應該是要多重的 我覺得我們不需要在朋友之間 不斷的用一種 所謂的 誰比誰純正 誰比誰血統比較正統 來區分出很多很多的那些敵人 這個我覺得是必須要放在心裡面 那另外一點是說 在追求解質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我們應該 把我們的思考 把我們的想像 推得更遠一點 解質 打破舊的這個殖民體制的同時 也是要建立一個新的國家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去想像說 我們到底台灣 應該是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新的國家 就是說 不是光只有黑島和平島的這個中文 還包括說性別平權 台灣的未來一個新的國家 在性別平權上應該是有什麼樣的作為 土地正義 環保等等這些問題 都是在走向這個解質的 建立新的國家過程當中 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議題 那今天時間到這裡 差不多 非常謝謝各位朋友的 謝謝大家 如果大家還有 請教博生老師 還是艾登先生 或者是 像很多人有書要簽以後 今天馬上可以獻得這個簽 那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